我的外勞穿著我公司的制服 在對面的全家便利商店 算錢給這個所謂的律師 對我們進行勒索 這個影片就可以證明一切 真的有這種組織 在桌使外勞來對付老闆 整個輿論的趨勢 都是站在勞工那個地方 也讓一些有心人有機會 用不乏的手段 去勒索這些人 部主 台灣的政府 真的對這些外勞 比對本勞還好 這是讓我們最不能夠接受的 你要來踩在我頭上 請問答 我是絕對會跟你理清楚的 歡迎收看超拍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繼上次我們探討 台灣失控的外勞政策以後 最近又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在我身上 已經轉出的外勞 被有心人士縮使 要來尋找一些法令的漏洞 對我進行勒索 疑問之下才發現 原來這個有心人士 在業界是惡名昭彰 有很多工廠或者長照機構 都已經深受其害 甚至有些人已經妥協 讓他得手的數次 所以他才會實隨之位 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台灣全台各地流竄 我們今天要來看看 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還有台灣的外勞法令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抽牌 首先我先介紹今天的來賓 郭麗燕郭理事長 大家好 然後婉林副理事長 大家好 全聯會的蒂明兄 大家好 對還有志邦人力的陳志欣長 大家好 對 我們今天發生在我機構的案例是這樣 一個轉出的外勞勾結律師 他收了很多外勞的所謂的錢金 錢金就是說你要給我辦事的費用 一個外勞收個六千塊八千塊 因為這些外勞怕被這個人騙 所以他拿著那個手機在錄影 你給他錢嘛對不對 我偶然之間讓我取得這一段影片 因為台灣很多的業者 很多工廠的老闆 或者是長照機構 甚至是私人的僱主 都遇到這種被外勞勾結所謂懂法律的人 反過來去欺負台灣僱主這個狀況 可是大家都苦無證據 只有我獨家取得的這一段影片 我的外勞穿著我公司的制服 在對面的全家便利商店 算錢給這個所謂的律師 那律師跟他的DL是什麼 我收了你錢金 然後我會幫你跟雇主 去勒索得款可能50萬 100萬 我們大家再來 法令規定 這個造福員不可以抽台 那甚至 甚至還有他們自己抽台 他們自己把它錄下來 那他說 是老闆 要我這麼做的 可是我們從頭到尾都叫他 不要這麼做 因為我們有護理人員 我看到我也傻眼了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去幫他抽台 他其實不知道有人有這樣 是不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我認為這是一個加工 要故意陷害我的影片 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羅生米 因為 假收證 對 假收證 我們常常會遇到這種狀況 很多業者 他就選擇說 啊 就渡點了 就息事寧人 但是這個問題已經變成一個 很普遍存在的現象 現在的資訊很發達 他們很多賴的群組 甚至群組裡面的成員都有上千個人 他們會教他怎麼對付老闆 外勞他懂法律嗎 他不懂 但是有很多外面的人 想要佔便宜的人 他們就會教外勞去收證 去取證 因為有人教嘛 就是說 他七七的班 他早上起來先打卡 然後跑回去睡覺 然後晚上呢 先回去洗完澡 再跑來打卡 他就告故族說 沒有給他加班費 他告超時工作 你沒有依法令給予加班費 那我問你 到勞工局的時候 所有的法令 台灣的勞工局 都是保護這些勞工的 所以我們在中間 其實我們吃了很多虧 你知道他提出來的東西 都是似似而非 而且都是斷章起育的東西 而且這個外籍我聽說 他也剛來台灣也跟我說 什麼東西 怎麼會知道要這麼做 對我同學都後來也是 就是這樣子 歧視明明 不過創刀那個不是 有加班費嗎 不是 他是要勒索一大筆 因為這個是塑及寄往 比方說像我們剛才做的 做的假班表 他在下班之後沒有打卡 他多取得兩個小時的加班費的這個 假的證據以後 他不是要這兩個小時 他是要他過去兩年 或者過去三年的這兩個小時 所以他統計起來 就會一個很大的金額 你要知道外面的人 為什麼願意災籠這些外勞 去做這樣的動作 來恐嚇台灣的雇主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要一大筆錢 所以那個人跟你說是多少錢 因為他馬上被我發現 那被我發現了以後 我立即就採取防禦性的措施 而且我們馬上就報警 我們要去警察局 你知道老闆有分好幾種 有分比較和善的 會息事寧忍的 那像我這種事 你要來踩在我頭上 請問答 我是絕對會跟你理清楚的 所以他知道 他惹到一個可能 比較強硬的老闆 他就會想那值不值得 所以他當場馬上叫人家 把錢送回去 退給我外勞 那我願不願意再往下追究 我就跟你講 你就看影片就知道了 每個外勞這樣算錢給他 嘻嘻哈哈的還做筆記 這個影片就可以證明一切 真的有這種組織 在說死外勞 來對付老闆 他稱的無非就是 第一個 老闆可能為了息事寧忍 第二個老闆可能不想 把事情鬧大 第三個 台灣的勞動法令 不是保護台灣人 甚至是過度的保護 這些外籍的 那這是我親身處理過的 這一個案件 我在去年的預約特出 有五個移工到勞工局 去開協調會 移工沒有人出席 是委託他出席 所以他第一次一開口 就要求要600萬 所有的計算方式全部照移工講 移工說他每天工作 16個小時17個小時 再長照機構每天 可以工作16、17個小時 超人 對就是任憑移工怎麼說 很多時候你的出勤紀錄 會有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應該是要扣除的 但是他會跟你講說 這一些工人通通沒有修 然後錄影下來就告訴你說 你看中午12點到1點 工人還在工作 所以根本沒有休息 在談判的過程他會跟你講說 那沒有關係 我就是投訴各個單位嘛 勞動檢查也好 甚至衛生單位 消防單位都來檢查 大家都沒有辦法 花這個時間浪費在這裡 所以最後會選擇 喜事寧人妥協 就談好一個金額算了 所以這個案件最後用 100萬處理掉 他先用一個天價 勒索你 然後他取得一些 是是而非的證據 到最後變100萬和解 你看落差大不大 其實他就是要這100萬 當我們看到這種 不良的影片的時候 有沒有反思 這是機構的不良 還是這個人的不良 為什麼他用這個方式來抹壞工資 因為整個輿論的趨勢 都是站在老公那裡那個地方 也讓一些有性人 有機會用不法的手段 去勒索這些的物理 你們常常會看到很多的影片流出來就是 他在幫老人加洗澡的時候 是整個水流沖的 我們的洗澡間 怎麼可能會有不遇見 他們當作好王 所以我們對於這種不良的外籍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方式 理事長就是講要有處罰的機制 今天假設外籍做了這樣 不恰當的行為 你知道我們機構是無能為力的 除了開警告書以外 我們沒有任何可以制裁他們的方法 甚至我們說好 那我們就廢聘 你就回去吧 那他跑了又算我們的 或者是我們真的廢聘成功了 好他回去了 我們的名額一樣是卡在那裡吧 大家都以為我們是想要請便宜的勞工 我告訴你錯了 現在請外勞的成本 比本勞還要高 理事長 重點是本集都不做 本集都不做 大家有聽到重點嗎 一個月才2500 我要幫他三餐 還要幫他住 政府規定我們收費的上限是2500塊 但是我們所對應要提供的服務是 一天三餐加宵夜 還要給他冷氣吹 所有的費用加起來 total就要在2500裡面 我們不能漲價 一個月 一個月 如果我以長照機構的移工來講的話 基本工資是25250一個月 再來就要繳2000塊的就業安定費 還要包含勞保健保 大概要3000多塊錢 還有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戰術的部分 要提供他三餐住宿 每一個月的機構大概要倒貼2500到3000塊 整個成本換算下來的話大概要3萬多塊 戰術費我們就要付1萬多塊錢 所以為什麼會說現在請外籍 請大家不要覺得是 我們想要找便宜的勞工 現在外籍比本籍的薪水還要高 是因為我們台灣人不做 沒錯 其實政府一直有一個錯的觀念 覺得我們一直在外勞 外勞花了那麼多的時間進行來推定 你知道我最近進一個勞工 我問他和台幣 他一個月賺多少的千塊 我說那你為什麼想要來台灣 他說想要多賺錢 我說那你覺得來台灣 你可以一個月賺多少 他說2萬元 那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一個月可以賺4萬的話 你要不要努力工作 他嚇一大跳 他在這一邊做一個月 他在一年要做三年耶 他來這邊做三年 他在一年要做九年耶 他做六年 他就直接退休了 對 真的 理事長講這句話太中肯 他在台灣做一個月 他在越南可能要做一年 那你去想這樣的薪資差異 他們來台灣是為了要賺錢 賺錢你要把我的老人照顧好 台灣的政府 真的對這些外勞比對本勞還好 這是讓我們最不能夠接受的 整個問題之前好像廖老大有點講 對 那老大說 要上班了 叫移工把那個地上垃圾 掃一下移工說 我是來操作機器的 哈哈哈哈 那老大可以掃頭腳 外勞就不能掃頭腳 外勞還要拍 外勞大家都站著腳 等老大說 那掃頭就開始上班 外勞站在那裡看老大掃頭腳 看十五分鐘 那些外勞的數值 真的比以前差太多了 就像理事長講 我曾經有一個外籍 他說他散訴費來接 他一個早上給我吃十個雞蛋 可是你不會吃得中風嗎 他說他有矯情 他老本 其實我們這一集就是把 不管是長照 或台灣各個產業面的困境 跟這些外籍移工相處的困境 其實就是呈現給大家 大家可以去深思 能開得起長照 能做這麼久的 要嘛都是對這個事業 有很大的熱情 才能夠支撐到現在 不然我可以告訴你 政府是把我們 當成醫院在評鑑 你知道那個評鑑 每年要花我們多少時間 多少金錢 去做那些paper的作業 他只告訴你說 你們應該要受到管制 政府是把長照機構 當成賊在訪 我是生活照顧 護理自家是生活照顧 養護中心也是生活照顧 我不是某某醫院 我們不是醫養合醫 我們是照顧 專業護理照顧 我身為照顧 這一集很董獻 這個超過多個節目 沒有沒有 很謝謝各位前輩 我們這麼多年來 所受到的這些擠壓 還有這些心酸跟無奈 其實這樣的不合時宜的法令 我們已經忍受了十幾年 二十年 因為政府一向都不重視 那今天剛好有一個機會 也邀請各位先進來做這樣的一集 不是批判 我們是希望能夠讓台灣社會更進步 我們也希望 我們能夠在一起 為台灣的長照 再做更多的事情 是 喜歡我的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帶你看見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老機法 驚喜的老機法 超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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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